大家好,欢迎来到全面新娱乐,我是超梅 又幸福的生活 近期呢,林心如接受媒体采访时 也是大方谈论了婚姻的现状 家庭事业两得意的她 扬言人生已经没有遗憾 林心如表示 嫁给霍建华非常的开心和满意 我和满意我的生活,我的状态 我的事业,我的家庭 现在只要是在享受 没有心愿要完成 就算是要到最后一天做不到 我也过得蛮开心 也不会有遗憾 对于外界都渴望了解的二胎问题呢 林心如也是做出了相关的回应 毕竟她和霍建华这样优秀的条件 相信下一代也能够继承两个人完美的基因 鉴于两个人私下却是非常喜欢孩子 所以很多粉丝自然主动的喊话 让两个人赶忙的生二胎 不过二胎计划虽然被摆上日程 但是两个人依旧是不慌不忙 内心平和 就像是林心如表达的那样 对待这种事情 最好的心态就是顺其自然 一切都会有更好的安排 林心如的这个回答和之前的采访的回答如出一辙 看来夫妇俩自始至终的态度都很佛系随缘 不难看出林心如的这番言辞 透露出她目前的真实心境 流露出了对现在生活的满足之感 在她的眼中 自己的事业家庭双丰收 每个方面都是顺遂无忧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的心态更加的豁达通透 觉得立足当下过好每一天才重要 并没有任何的急功近利的破解想法 自己已然是全身心地沉浸在了目前安稳平静的幸福氛围当中 如今那女儿小海豚在家人的呵护当中逐渐成长 这也让身为妈妈的林心如倍感欣慰 她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规划 声称自己始终会把家庭放在首要的位置上 以陪伴和照耀女儿为生活的重心 而对于工作 她也会一如既往地认真努力 虽然两者相为之下 工作所占的比重会大幅度减转 但是就像是林心如所表达的一样 她是一个有识野心的女人 她永远也不会放弃自己所热爱的工作 被问及或建华 需否是有继续同台打算的打算时 林心如给出的回答很理性 声称只要有合适的剧本 并不排斥两个人通台 不过呢 确实要透露不想再饰演夫妻一类的角色 自己认为夫妻这样的角色 落在两个人身上 觉得很奇怪 自己更是倾向于挑战一些比较有冲突的角色 其实林心如这样的想法并不难理解 两个人本是真实的夫妻 走到荧幕上 自然是想突破自我 尝现一些不同的关系设定 再次饰演夫妻对两个人而言 很容易落入俗套 不容易诠释出不一样的层次 谈到两个人在合作当中 会不会出现吵架的情况 丁心如的回答颇为自信 声称两个人都是专业演员 不会把不良的情绪带入到工作当中 而且还大大赞扬了霍杰华的工作态度 声称她是一个能够把生活和工作 划清界限的人 即使两个人真的发生了分歧矛盾 也许会在私下予以解决 可以看出两个人相处呢 也是极其的和谐 真的是情色和名 举感其美的真实写照 虽然在外界眼中 两个人的婚后生活依旧是极致低调 连同框的场面都很少见 但是两个人的浓情蜜语 早就在不经意之间显露出来 前些时日 林心如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晒出了自己豪华赚钱 据说造价高达3300万港元 而且婚后的林心如出现了各种场合活动 经常会佩戴各种的奢华精致的珠宝手续 所以看出在物质方面 霍杰华确实相当的宠妮妻子 在之前采访当中 霍杰华也是一度的透露出两个人的消费观 声称林心如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这是什么选先填宠具的设定 林心如和霍杰华的浪漫结合 素来是被成为娱乐圈当中的一段传奇佳话 身为公众人物 总是避免不了外界的质疑和争论 这也许就是两个人婚后 选择关系房门过日子的缘由 不愿意将自己的生活过多的展留给外界 但是从戏之末节处 处处彰显着两个人生活的默契美满 小日子过得风风火火 接下来就希望两个人能够早日实现二胎计划 为家族成功纳心 同时也是盼望着两个人能够有更多的新作品产出 能够早日的在一大荧幕上看到两个人熟悉的身影 你们有没有发现霍杰华突然不红了 记得前几年呢 他和胡哥一起被称之为老干部二人组 颇受粉丝的欢迎 如今胡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口碑 但是霍杰华没有作品也没有人气了 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认真观察你就会发现 霍杰华的事业一开始走向 拿破鲁是在和林心如结婚以后 2016年霍杰华林心如十年之友成为夫妻 曾经是佳话 那一年的5月20日 两个人关心了恋情 同年7月在巴黎岛大婚 9月林心如承认怀孕 两个人奉子成婚的事实成立 突然之间全民祝福变成了全民阴谋论 有网友表示林心如是逼婚 当然了有一些证据 比如霍杰华在婚礼上全程黑恋 丝毫是看不到幸福的喜悦 倒是林心如想得很甜蜜 后来霍杰华回应称 我没有笑 只是因为我不太会笑 我觉得自己牙齿不好看 从小就不爱拍照 拍杂志的时候 我比较知道摆什么姿势 但私底下拍照呢 我只会是一种表情 翻翻她的别的照片呢 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新婚之日 板子一张脸 怎么着也说不过去 对于网上的流言蜚语 林心如工作室 不得不站出来抵制 但是霍杰华却没有丝毫的动静 要知道那时候呢 林心如怀孕了 作为新婚的丈夫呢 不发生是怎么回事 林心如被黑是一回事 霍杰华不护妻 就是另外一回事 这件事情呢 已经让粉丝们感到不满 从前老干部人设 喜欢教育粉丝 现在自己有老婆了 有事呢 却当了缩头乌龟 颇像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 霍杰华和林心如结婚以来 人气就是直线下降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林心如身上的黑料 比如和周杰的撕逼 炸捐门凳 粉丝对林心如没有好感 自然也是殃及到霍杰华 他们结婚这几年 从恩爱甜蜜 到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同框 也是令人想无非非 关于他们离婚的传言呢 就没有断过 但是他们很少回应 其实呢 纵观这些婚姻 走到尽头的明星夫妻 哪个不是从秀恩爱到绝口不提彼此 不管是霍杰华和林心如是否是婚变 但是他们感情没有先前甜蜜 是真的 去年呢 林心如上了幸福三丛咒 作为嘉宾看望陈一涵和许富翔 谈到霍杰华 她脸上的笑容挺尴尬的 加上林心如这两年 真的是看着老了很多 尽管粉丝捧少女人设 但是脸上的皱纹和松弛的肌肤是揪不住的 林心如没有作品 只能视频借着早期的积攒一些人气捞金 霍杰华倒是有一些作品 但是反响频频 比如去年播出的如意传和电影大约在冬季 她的演技呢 都是在误病 人到中年 演技不行 人气不行 想要翻红啊 基本是不可能的 当然霍杰华拿不到好剧本 或许是因为婚后的人设没有力主 这段婚姻对林心如和霍杰华都是拖累 人们都说明星夫妻都是一加一大于二 但是他们这一对呢 明显是一加一小于二 会人好坏 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无论是男女和谁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你的命运 带领着你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 霍杰华和林心如这一对呢 让我想到了黄晓明和Angela Baby 他们这一对也是堪称童话爱情 当年举办的世纪婚礼呢 整整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如今结婚不过五年 已经传出过无数次离婚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Angela Baby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模特 靠着黄晓明带来的人气和资源迅速上位 成为了一线旅行 这两年大家越来越不喜欢流量明显了 没有理实力 凭借着皮囊的她还能够走多远呢 黄晓明也是在婚后啊 开始陷入到中年危机 她曾经表示自己现在已经接不到戏了 以前都是导演来找自己 现在自己去求别人都没有答复 这几年黄晓明的作品也被诟蔽 演技不行 报道总裁的人设热然感到有力 去年呢 她在中餐厅的表现更是被骂得很惨 大男子主义 固执且强势 丢掉了最后一波观众员 有些明星通过婚姻泛红 比如杜江和霍斯隐 有些明星呢 确实因为婚姻啊 陷入到事业的低谷 柏拉图说 真正的伴侣是灵魂上的契合 而不是形式上的亲密 而婚姻作为长久的伴侣关系 不仅要有原始的爱作为基础 更是要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望 以及落实到行动上的契约精神 在婚姻里没有能得到滋养 无论男女都是一种不幸 好的婚姻是人生的助推计 会让你找到人生的方向 实现目标 而糟糕的婚姻呢 就像一个黑洞 不断地吸附在你身上的能量 让你动弹不得 无论男女这辈子找到一个对的人 人生就成功了大半 霍建华这几年忍气直线下滑 和他的婚姻不无关系 夫妻是命运共同体 任何一个人身上的问题 都会引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再者不幸福的婚姻呢 会让你的形象贴上负能量的标签 比如宋中基和宋慧桥 当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被认为是幸福的典范 两个人失业呢 被推上高潮 后来离婚 两个人形象受损 失业呢 也受到影响 明星的婚姻是夫妻 更是利益的共同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错误的婚姻里呢 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婚姻也是在悄然地改变你的人生 一个情绪稳定 在重要时刻支持你的伴侣 你会无惧风雨 走出更明朗的人生 相反一个打击你 在外面小三小四的伴侣 留给你的除了眼泪 还有什么呢 婚姻心理学有句话说 不好的婚姻把人变成疯子 好的婚姻把人变成傻子 最好的婚姻呢 是把人变成孩子 找到一个好的伴侣 是人生最大的菜单 没有人变成杀